一笔 澳洲所讲的 完全注重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就是讲三规业如何落实在生活上 那么现在这两个带子都在流通 而且有同修们很难得 他们从录音带写成文字 印成小册子 皈依不是形式 形式的皈依没用处 黄年族老爵士晚年常常说 我们修行要注重实质 不注重形式 这个话是针对实弊而言的 因为现在我们在社会上看到许多学佛的 都是重形式而不重实质 形式做得再好看 一场空 什么都得不到 远远不如重视实质 居足仲介 不凡为宜 就是守法 守规矩 佛的教机 我们要遵守 国家的法律 我们要遵守 社会的道德 风俗 习惯 我们都要遵守 到哪一个地区就要遵守那个地区的法令规长 要遵守这个地区的风俗习惯 不能违背 这个样子 你到任何一个国家地区 你才会受到当地人的欢迎 受到当地人的尊重 我们中国古人所谓的入境 要随俗 就是这个道理 普贤神愿里头 也有横顺众生随喜功德 这是在最高的修修原则里面 佛都是这样指导我们的 你能够受到当地人的尊重欢迎 他们才听你的教诲 你才能有能力教化众生 受到教化好的效果 所以我常常讲这个佛法 一定要讲求现代化与本土化 也是从这个原则里面说的 感谢观看